Hello 大家好 我是林冠 健康好生活有YouTube的官方频道 大家记得要赶快按订阅 这样是据说跟睡眠相关的疾病高达80多种 很多人只知道自己睡眠不好 可是却很难找到根本的原因而进行改善 是的 其实睡不好这件事情 其实包含了自己可能知道的原因 可能自己不知道的原因 那自己知道原因第一个当然失眠 因为睡不着是一定知道的 那有一些是醒的时候还是很想睡 这个叫做过度嗜睡症 那第三个就是说想睡的时间不对 譬如说很多是大白天就想睡 那有些是半夜 然后晚上就睡不着 天还会亮就醒来 那这种叫做睡眠相关异常 这三大类是自己知道的 但是这三大类就包含了四五十种睡眠障碍 那另外还有其他的就是自己不知道更多 包含这个睡眠呼吸中止 可能大家都比较常听到的 包含磨牙 磨牙其实它是属于这个睡眠运动障碍里面的 或者说周期性自动症不拧腿 这些都是叫做睡眠运动障碍 那另外还有部分叫易睡症 易睡症可能大家有听过就是梦游 或者说处睡症 快速动演习行为异常 这些其实都是叫易睡症 那事实上很多更多的是 睡着之后自己不知道的事情 其实因为我们这边在内湖科学园区 那事实上有很多这种所谓白领高级的这种工程师 他们其实薪水都很高 但是每天都爆肝 那睡眠品质其实不太好 因为太忙又随便都 就是吃饭都随随便便吃 所以变成说我们最近其实有一个中阶主管 大概不到40岁就已经到一个 在他们上市公司已经很高的层级了 但是因为他工作太忙 所以就是说睡眠不够 然后睡眠品质本身也不太理想 那后来又说因为可能平常都随便吃或都不吃 所以变成说他体重最近这两年增加了12公斤 那以前他只是会觉得说 睡眠都是比较浅眠多梦 有时候压力大会不好入睡 他也不以为意 但是前一阵子他就是因为 常常会一直很想睡 开车甚至有一次因为打嗑睡 撞到旁边那个护栏 那后来就是说有他朋友建议说 你刚刚还是要看一下睡眠专科 怕是真的有问题 那后来帮他做完检查之后 发现他是重度的呼吸中止 一个小时睡着后呼吸暂停66次 对那后来他就问问说 医师我以前也没有这种症状 只是说偶尔可能睡比较不好 压力大会睡不着这样子 但是帮他检查发现他其实舌根很厚 那喉咙空间很窄 那加上可能他说他小时候就有过敏 因为没有控制好 他其实鼻炎会慢慢越来越厚 这叫做肥厚性鼻炎 所以呼吁那部分家长千万不要 讲说打打喷嚏没关系 事实上每次的打喷嚏 每次的流鼻水都是一种发炎 叫过敏性鼻炎 那发炎越多次 他鼻炎就会越来越厚 甚至会影响到成年之后的 呼吸道的空间 那所以后来跟他说明 他了解了 以前他没有这么严重 是因为他空间结构 相对是窄一点 但还没有到阻塞 但因为他胖了12公斤之后 舌头也变胖了 两边的脂肪也变厚了 所以睡到一半 塞住的情形就变很严重 所以白天就会容易有打瞌睡 甚至开车出车祸的状况 那我也请教江医师 江医师在台湾 其实有蛮多人 这个有睡眠的状况 所以他们依赖安眠药 然后另外还有一些人 依赖退黑激素 而且退黑激素台湾买不到 所以就我理解 蛮多人事实上 可能都在国外采购 这个购买使用 然后退黑激素的使用 真的安全吗 或者是一般使用者 要注意哪一些事情 好 第一个答案就是不安全 因为它基本上 它是一种神经内分泌的荷尔蒙 就是说大部分的人 正常的脑袋 在松果腺每天 在傍晚的时候 它就会开始分泌这个退黑激素 也就是说 它这个退黑激素的受气 是在大脑里面 尤其是在生理时中里面 所以如果说我们从外界 给予过多的这种退黑激素 其实是对我们大脑神经的受气 是过度的刺激 所以这种基本上是不正常 不正确的做法 这是第一个答案 那第二个答案是说 如果说需要有一个比较 我们说一般化的这种答案的话 希望一天剂量不要超过五毫克 但是这个五毫克 其实也是需要医师处方的 因为不只是台湾不合法 在欧盟也是整个不合法 那只有在美国 可是在美国很多人都在买 美国连枪支都可以合法 你觉得什么可以不合法 对不对 那我问你 如果长期大量 因为吃这种人 他不是一天五毫克 他是长期天天吃 没错 长期天天吃可能会有哪些影响 OK 其实在我们临床上 有蛮多病患 他可能就是自己先上网 去海外订购 那吃了一阵子的时候 第一个可能刚开始 有一些帮助 但后来慢慢没效 而且可能开始会出现头晕 或说甚至恶心呕吐的感觉 那这种状况 其实大部分就是 你刚刚提到了 长期服用 而且他可能剂量超量 大部分我们看到 很多病患 从家里拎过来的 就是8毫克 甚至10毫克 还有10到18毫克 我们都有看过 那这个就远远超过 我们刚刚说的 5毫克的剂量 那所以一般来讲 其实如果说真的 有需要使用这个推移技术 还是要到睡眠专科门诊 千万不要自行服用 因为这种东西其实不是 一般的营养品补充品 就是说自己不要乱吃 对 然后不要想说国外很容易采购 就大量的吃 没错 那可是如果在什么状况下 你会给你的患者 吃推移技术 就是说我们透过 适当的睡眠检测 认为他在这个松果腺分泌的 推移技术量是不够的时候 我们才会建议他补充 而不是说莫名其妙 就随便开给他吃这样子 好 那江医师 另外一个部分是安眠药 安眠药在台湾的种类很多 最近因为幼稚园的案子 更加引起大家的关系 那不同的安眠药 这个食用 我的观察是 依赖这一类药物的人 他事实上依依赖 也是非常长期 所有的住眠药物 不管是安眠药 或是症静剂 或是抗忧郁抗焦率的 为什么他们都会是变管制药 因为都有副作用 而且都会有依赖性 成瘾性的问题 很多人事实上是 吃了一阵子的话 就没办法戒掉了 或者他要加量 就是以前可能半颗就变一颗 一颗就变两颗 对 没错 所以这个也是为什么 台湾这个小岛 一年耗用10.6亿颗安眠药 总共有从健保开出来的 10.6亿颗 然后440多万人 在使用这个安眠药 这个是非常天欢夜谭的事情 那这个其实不只是 我们一般民众的用药观念 是很错误 是健保制度 制度杀人 因为健保制度开药不用钱 病患也不用自己花钱 那医生也 反正病患要求 他也不知道怎么帮病患做诊断 也不知道怎么治疗 就直接开药了 所以就是制度很大的问题 那江医师 这个也要提醒大家 江湖上还有一种人传说中 叫做一秒入睡 或者倒了就睡 那如果身体这样 真的一秒入睡 真的倒下了立刻睡 也要小心 也有可能是有疾病 没错 就是睡不着 或是过度试睡 这些都可能要注意 是不是有问题 那事实上 在83种睡眠疾病里面 有一种叫做触睡症 那出生其实就是 所谓一秒入睡这种症状 那大概两三个月前 有一个国二的女生 她其实平常的时候 情绪比较激动的时候 她就会突然睡着 那一开始家长会觉得很奇怪 因为情绪激动应该是 会特别亢奋才对 但是她反而是睡着 那有一次呢 因为睡着她不只是睡着 她还触倒 就倒下去 倒下去睡这样 对就撞到头 走到地板就送急诊 那后来急诊医师就帮她 做检查说 是不是有一些中风 或是一些其他脑神经的问题 结果发现全部没有 对那后来她还转到 神经内科门诊 确定脑袋 没有特别神经性的问题 那后来神经内科医师 建议她来睡眠中心 结果发现 我们帮她做了 这个白天跟晚上睡眠检测 加上抽血 证实她是触睡症 那你如何确诊 她是触睡症 触睡症的话 基本上是晚上的睡眠监测 没有特别的 其他的睡眠障碍 不会导致她白天过度失睡 那白天的睡眠检查 我们叫做MSLT 多次的睡眠前时测试 那这时候发现 她在每一次 总共分五次的睡眠前时 然后发现 大概在20分钟以内 她就会出现快速动员期 那五次里面出现两次 就符合这个诊断 那另外加上抽血 我们会帮她测HLA 那发现她的确是 血液里面有这样的一个指标 特别提高 那这时候就确诊她是触睡症 那后来 经过触睡症的治疗之后 那些症状完全改善 那触睡症如果不治疗 可能会发生什么事 那就还蛮危险的 因为她触睡 她主要有四个症状 像我们这个手版上面写的 除了她会白天过度失睡 甚至会突然睡着之外 她会触倒 触倒就是肌肉突然没有张力 然后倒下去之后 有可能会撞到头 或撞到哪里 所以触倒其实会很容易立刻发生生命的危险 对 然后第一时间一般就算她在旁边的人也不知道她怎么了 对 因为触倒有各种可能 对 我们一般最熟悉的触倒可能心肌梗塞中风 对 任何可能的原因都会发生触倒 但是触睡症也是其中一个 那第三个就是在睡前会产生一些视幻觉或听幻觉 幻觉 对幻觉 就是说她在快入睡的时候她会看到不该看的东西或听到没有的声音这样子 那最后一个就是所谓鬼压床 对 就是说她其实在睡快要睡着 有些人睡觉的过程 对 就会有这种感觉 她明明是脑袋很清醒 但是就喊不出来 然后身体也没办法动 那这个在医学上我们叫睡眠偏瘫 Sleep Paralysis 所以触睡症它其实有这四个症状 那所以其实中间会有一些危险性的发生